便利商店在万圣节推出双麒麟优惠活动 顾客只要讲出通关秘语 双麒麟就可以买一送一 由于抢好康的客人实在太多了 一名男子不耐久后 居然就对店员咆哮开骂 让人看傻了眼 穿白衣的男子因为等得太久 直接开始对店员咆哮 后方见面拍摄者实在看不下去 双方开始在店内互呛 事情发生在万圣节当天 便利商店推出了喊口号 双麒麟就能买一送一的优惠 虽然成功地吸引大批人龙 但是也因为志兵需要时间 让顾客等了一会儿 没想到竟然就有这样 没耐心的男子大声咆哮 你怎么样 干你咆哮哦 干我咆哮啊 我太闲了不行哦 替谁去路边撞车啦 他就是会供应不及这样 但是其实他的时间 大概等大概差不多两分钟 其实就 因为其实前面还只有排队 所以后面大家还是要稍后一下下 最后闹事的男子拿到自解双麒麟后 才满足地走了出去 但似乎每一次商家一打出优惠 就是会闹出纷争 虽然成功地抢下商机 但这样的脱续行为一再上演 似乎也显现了社会上的某些问题 记者吴连许文台中报导